北京时间昨晚 2019年亚洲杯首场半决赛 在日本与伊朗之间展开 最终日本以3比0击败伊朗队晋级决赛 比赛开始后 双方互有攻势 但均未能改写比分 半场战败 两队战成0比0 一边再战 日本队率先获得破门良机 第56分钟 伊朗后场防守出现失误 大破勇也接对手左侧传中后 投球破门 将比分改写成1比0 日本队领先 这是伊朗队在本次亚洲杯的 第一次丢球 第一次落后 第62分钟 伊朗右路送球失误 日本队反击 并再次通过左路伸托到禁区 传球时正好打在伊朗队员的胳膊上 裁判判罚点球 第66分钟 大破勇也一记点球罚众 日本队两球领先伊朗队 优势再度扩大 捕食第二分钟 日本队在前场反抢形成反击 圆扣元气抽射破门 最终日本队3比0完胜 参加伊朗队进军决赛 这也是日本队历史上 第五次进入亚洲杯决赛